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18世纪到19世纪的罗电望远镜 这个望远镜是我在欧洲的一家古董店买到的 这个望远镜是什么产地呢 这个望远镜产自法国 为什么产自法国 我之后有交代 之前说了这是罗电望远镜 肯定有朋友不知道什么是罗电 我简单的讲一下 罗电取自海中的一种叫夜光贝的贝壳 把这个棒壳敲碎以后 割到了这个棒壳的珠光层 然后把其打磨成薄片 最后进行切割 切割成想要的形状 我为什么知道这个望远镜是法国产的呢 很简单 上面有字 上面写着巴黎 而且这个望远镜就是一个法国男人卖给我的 这个望远镜和普通望远镜的构造一样 中间有个铜环可以调节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 你们发不发现这个望远镜特别小 它为什么那么小呢 其实这个望远镜 它是18世纪到19世纪 欧洲贵妇的一个玩物 我们看几张18世纪19世纪的老幽画 画上的女人们 手上不约而同的都拿着这种 微型望远镜 其实望远镜在欧洲历史上 一直是贵族的专属 这帮女人天天拿望远镜看什么呢 其实主要是看歌剧 或者看一看风景 看一看帅锅 我再拿出一个罗电望远镜 大家看看和我之前那个有什么不同 我们看一下侧面 这个侧面有个铜环 这个铜环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铜环存在很突兀 其实这个铜环连接着一个支撑架 这种支撑杆型望远镜 是英国一位叫乔治瓦当斯男子发明的 加了这个长杆以后 举着能轻松很多 很不幸这个长杆一失了 这种罗电望远镜 后来成为贵族的一种炫富工具 这种罗电望远镜 最贵的是那种子罗电 咱们中国玩夕阳古董的 近些年越来越多了 很多都是女性 白领 其实这个夕阳古董也非常有意思 它代表的是与中华文明平行的另一种文化 它存在着很多未知 有待我们去发掘 本期节目就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给我关注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